高中生們穿著高校制服 可愛的成熟的 展現各種樣貌 但這些正妹 在這次的制服大賞中 都輸給他 感覺有點心虛 為什麼 就是因為就是來一個 來一個搞笑的 就被就打敗那些正妹 這位來自台中二中的 二中獨角獸 以學校的白襯衫 搭配上長角的工程帽馬桶 刷進奪下高校制服大賞的冠軍 我沒有預料到會奪冠 那平常我就鼓勵 他們可以積極參與一些活動 二中獨角獸以7065票奪冠 能夠脫穎而出幕後的工程 還有這些同學 原本只是普通的工地帽 我們就在上面裝配飾之類的 也有想過掛鈴鐺啊什麼 但覺得好像腳比較特別 我覺得算是可以代表 我們高中生的一種熱情 二中獨角獸搞笑有創意 而中部除了台中二中 喬泰高中也擠進前十名 還蠻好看的 就還可以啦 就蠻整潔的這樣子 喬泰的劉同學 金髮韓系的裝扮搭配制服也是相當吸睛 照片取景也有意境 也難怪在一票的制服妹子中能夠突破成為 健常參加警察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